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一个月在狱中提交了9次反省数 写信给老公担心股票担心亲生女儿的英文准备移民的他 今天被韩国法院判了无期徒刑 今天首尔南部地方法院认可了警方提出的所有公诉事实 以X等嫌疑判了养母无期徒刑 以旁观X等嫌疑判了养父5年 当天养母在法庭表示 想要好好养育孩子的心变成了执着 因此让孩子痛苦的部分深感歉意 但是可以发誓没有持续的恨这个孩子 或者是希望他变得不好 而养父也是承认了部分嫌疑 但是对于养母的暴行则是一贯的主张 完全不知情 无期徒刑 看这两个人一直以来的风格 一定会不服判决而上诉的 如果现在一审判了死刑的话 在二审就算是减刑也有可能变成是无期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的话 在二审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减到20年 希望绝对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然后在上次抢印养母欲中信的影片底下 有很多人留言问 这些信到底是怎么拿到的 甚至也有人质疑信会不会是假的 最初公开养母欲中信的是一位 频道名叫JTBC的YouTuber 在影片里他有说过 自己已经做好了被告的心理准备 结果在5月11号 养母方以违反通信秘密保护法 对这位YouTuber提告了 养母表示 这封信确实是养母写的 而这位YouTuber是擅自拿走了 目前养父居住的养父父母亲家的信箱 并指责 非法盗取信还并对外公开 是要遭到加重处罚的事情 哇 好怕怕 拿走你的信对外公开是不能原谅的事情 你对穷音做的事情还想得到原谅 太傻眼了 感谢鼓起勇气的YouTuber 多亏了你 让更多人知道养母的真面目了 跟这些东西在同一个天底下呼吸 都感到悲惨 虽然说盗取别人的信件是不行的 但是你有脸告别人吗 在信里面也是自以为是 也不提穷音道歉的婊子 闭上你的嘴巴 闭上你的嘴巴 之后他们真的上诉的话 希望这封信的内容能影响到判决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两位爱豆回归的消息 昨天尤家艾的成员Ugi 发表了第一首搜罗歌曲Chai Ent 而两年前 因为引起正夜而退团的爱魂队长D 今天已兴趣Guardelite回归了 Guardelite这首歌是由美国著名制作人 Stereotypes制作的歌曲 并与美国歌手Destiny Rogers Styler要我一起合唱的歌曲 希望Ugi跟Bi的solo歌曲都能拿下后成绩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昨天在韩国举行的Peksanye Sui-Li-San Unonym Yuje-San 时隔8年再次获得了TV部门的大赏 这是既演员Kim Pee 演员Kim Peejia之后 第三次个人获得两次大赏的记录 也是以综艺人首次创下的大记录 刘大神 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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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久坐下去大神 刘大神我爱你 因为Yuje-San的绰号是Metugi 而Metugi是绿色 所以韩国网友们喜欢用绿色的爱心来应援 今年是出道30周年的雨节测 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大家 希望能够成命百岁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希望在台湾的所有准备会口的中学生们 都能够拿下好成绩 请稍等一下 人们ordnung分析